海拔 最主要是,最主要的目標是,我們希望能夠讓大家,因為大家幾十年來,都在那邊看日出,駐山。 大家都看到駐山步道,看到在看日出,後來在民國七十三七十五年來,我們完工的,我們蓋了這個車站, 這車站最主要是要匯車,第二個讓大家來感見一下,不同看日出的地方,因為大家好幾十年都在哪裡?駐山嘛, 你來到這家看日出,那時候剛通車的時候,我們車子會在那邊停,停了以後,有些人以為是不是? 駐山道啊,駐山道就能下車,下車以後他可能,哎,我車怎麼跑掉了? 所以說我們都被被罵,那個零鐵都被罵,車頭都放鴿子放鴿子,所以說他們為了不要被罵,乾脆以後這個車站就不停, 不停,什麼時候,搬車很多的時候,當作廢車點,廢車,比如說我們假日啊,廢車要開好幾班啊,他要下來回送, 我們這邊就變成一個廢車,很重要的廢車點,廢車點,這第一個,第二個呢,現在呢,不再下,我們不再下旅客啦,什麼時候,一年只有一次, 元旦,跨年,跨年,不是跨年啦,不能說跨年,看日出,零朝陽,就是零低到曙光,我們都有辦活動,你看每年都會這樣,零低到曙光這邊, 你注意看喔,零低到曙光那邊有,太平山,還有太馬里,有沒有,在海邊,還有在太平山,都是曙東,看,但是, 他們那邊,你注意看,他們那邊不大容易看得到,為什麼? 冬天的時候,什麼盛行,東北季風,東北季風吹過來,中山脈,海岸山脈擋著,剛好都起雲,所以說比較不容易看得到, 反而我們這邊,因為什麼,我們有玉山,山脈,還有中山脈擋著,東北風從那邊過來,反而我們這邊, 每年比較容易看得到日出,從這邊,聽著曙光,聽著音樂,看日出,這不蠻特殊的,所以說只有那一天會, 會有,來,現在看看,日本人以前是為什麼叫對高越,其實現在又看不到,剛剛我們在那邊有看到對高越,對不對? 現在對高越看不到,剛剛我們在那個,小麗園山看到一點點,對高越,現在對高越看不到,對高越概念在這個地方, 從我們這邊,日本人以前很喜歡爬山,其實這邊直線下去,我們這邊直線下去,我們直接下去, 我們這邊直線下去,我們直接下去,這邊哪裡,我們從這個車站直直下去,不到一公里,不到一公里, 應該可能七八百公尺而已,直接下去,直線下去,就到達了,阿里山格,就在這裡,我看不到八百公尺了,我們看就直接阿里山格, 所以說他們,我們以前,假如說想起來,看日出,因為你要一大早起來看對不對,很累,乾脆我們都是,五點起床,五點起床,你要趕火車要四點多起床, 對,我們就五點起床,五點起床,走到這邊半小小時,你從那個阿里山格,你從那個那邊走上來這邊看日出,沒有人吵你, 你在這邊這一看,沒有人吵你,你要想怎麼看就怎麼看,角度一樣,雖然在高度差,三十公尺,但是角度都是一樣的,所以說,日本人第一次來這邊看日出的時候,面對新高山, 來這邊看日出,在對高岳,看到新高山,所以叫做對高岳,那時候日據山,他們還有神社,小的神社,他們都會爬上來,爬上來,小的神社, 後來呢,光布以後,那神社沒有了,後來我們林務局就在那邊蓋了一個什麼,做一個步道,再蓋一個良亭,大家有沒有去過,好像沒有,大家那邊有個良亭,來,我們現在位置,現在呢,玉山在這邊,你注意看, 我們上個月才夏至,對不對,六月二十二,夏至,夏至,它的日出時間應該是五點,五點,我們概率是用五點,在郡大山, 這東郡大山,這最北,這就是北,啊開始呢,就開始慢慢慢慢慢慢,現在太陽在哪邊出來呢,因為它才乾過,乾過的,夏至,現在是七月,差不多,乾過一個月而已嘛,可以一個月,所以說現在呢,差不多在這個地方, 在這地方日出,哦,現在是五點二十五,五點三十五,五點五點三十五,在這邊日出,再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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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這邊,六月,哦,九月,中秋節過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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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秋節到時候還沒到,因為,來,九月份,九月二十三是春分,跟三月二十一,這兩個春分秋分,剛好都會在這邊, 這邊,在哪裡,在秀姑南山左右,這一段區塊,哎就北北峰的,左手邊,在這邊,那這邊是中央山脈哦,這是中央山脈,會在這邊日出,會在這邊日出,哦,再來再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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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哦,很多的遊客哦,還有那個攝影哦,愛好者哦,會來這裡,會等什麼,會等 從,從玉山主峰跳出來,這一塊,該會在什麼時候,該會在十一月上旬,十一月上旬,跟二月,哦,十一月上旬,跟二月,哦,十一月上旬,跟二月,二月的下旬,應該是下旬,然後中旬的到那一段,會同時在這邊,為什麼,他開始往這邊移啊,移到這邊十一月上旬,好,開始哦,照相往哪兒以後,他會開始往哪兒移,移到十二月,十二月到, 到,冬至,十二月二十二,移到,南風的南邊,南風的南邊,這個是概率呢,日出的日出,七點,其實是七點十分,哦,最難啦,七點十分,我們都記錄過哦,七點十分,在這邊,所以說,你看,再來往哪兒,就往回走了,回到這邊,然後差不多二月上旬,到中旬之間,哦,你看,一個是十二月嘛,經過一個多月,哦,一個多月,就回到這邊來了,所以說,大,有人大概會鑽這兩個月, 月份,這兩個月份,在這邊,日出,來,所以說,你看,從這邊,這邊五點,日出,這裡,七點,日出,差幾個小時,兩個小時,啊,為什麼會這樣,因為地球,自轉,繞著那個,因為,應該是,不是說自轉,應該是地球的公轉,繞著太陽,哦,啊,他要傾斜,哦,才會怎樣,才會怎樣,才會怎樣, 所以說,他有兩個小時的時間,啊,很多,台灣哪個地方,都可以看日出,啊,為什麼,偏偏要在阿里山看日出,為什麼,其實,他有他的經過,你看,這一條哦,我們天氣好的話,可以看得到,現在有沒有看到這一條,微微的有一條線,這一條就是塔塔加線,也就是我們的支線,林場線,1935年,我們1931年開始,往香許山,1935年才通到這邊, 哦,其實,來到這個,這裡的地方,哦,應該是在這個地方,哦,這個,這邊就是塔塔加,哦,布希樹在這個斷崖這上面,哦,塔塔塔加在這裡,這邊哦,曾經就是,我們國家海拔最高的,哦,2500多公尺的,塔塔塔加山,哦,塔塔加,哦,伐木,所以說,都是伐木線,現在這一條線,有沒有看到,這條線已經變成什麼,變成玉山景觀道路,民國67年把它拆掉了, 哦,那時候沒有什麼,沒有生態的觀念,只要有什麼,經濟考量,就考量經濟,我把它打通,哦,阿里山公路,因為以前到阿里山要坐火車,不方便,乾脆我就把什麼,把阿里山公路打通以後,為什麼,貨運什麼,客遊客,就可以直接上來了,比如在這裡擠到火車,哦,但是呢,你人一多的人會破壞什麼,環境,哦,一多的人就沒有坐我們火車,我們火車就要蕭條了, 你看,假如說,這條鐵路,哦,你看哦,這條鐵路,假如沒有開的,假如說,保存到現在的話,我跟你講,我們遊樂區的門票收入會更多,為什麼,它是國家公園,大家要進入國家公園的話,一定要坐我們火車,啊,進我們火車一定要什麼,買門票,所以說我們又多賺了一筆,但是這個,來講的話,這個又是更吃飲,為什麼, 你要進入國家公園,一定要坐我們火車,車子開不上去,這就是環境保護,對不對,這是環境保護啊,可是那時候民國67年的話,我們是以經濟為主,所以說,乾脆把它拆掉,因為沒有木頭了嘛,哦,沒有木頭的話,乾脆就這一段把它拆掉,改成玉山景觀大陸,很可惜,日本人最喜歡的火車,還有我們阿里山的,遨遊在雲海之上,就是這一條線,哦,這一條線,你注意看哦,遨遊在最低是2300,再來是2500,你看, 2300,2500,都在這一條線上,哦,就在雲海之上,哦,雲海之上,所以說,例如說,坐雲基看雲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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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你在這三種不同的那個情境裡面,我們坐,我們阿里山火車,你全部都可以感受到,為什麼,在2300公里面,就好像坐在雲基上面,看雲海,這邊雲,你還可以摸得到,第二個,我們 你坐我們火車會搖搖晃晃,那坐雲呢,啊,在雲海,是不是海映的,哦,坐雲,坐雲,好像坐船一樣,第三個,第三個,它的風景比你坐遊覽車的風景還漂亮,第四個,它的速度真的很慢,以前蒸氣火車,上山11公里,我跟你講,你快步走都可以,下山14公里,哦,它經過那個時候,熱帶你,然後那些人都出來,你只要,有搭我們那種主體列車, 那時候我就會講這故事給你們聽,哦,哎,當然哦,你搭我們這車,哦,你只要搭我們這塊木車廂,哦,從那個,從髒老了,木居了,開始下來,哦,就會碰到很多龍眼樹,哦,七八月份,現在突然生,我跟你講,你這樣坐的,哦,那個人都很生出來,啊,以前我們坐火車,哦,嗯,這邊就,就可以抓一把龍眼出來啦,所以說,哦,有時候他一把龍眼出來, 你知道,有時候我們以前小時候看到,哦,有些人抓不到龍眼,哦,還水果踢不到,哦,還跳下車去摘,摘摘,還追火車,因為走火車很慢嘛,啊,所以那農民哦,都很聰明哦,就在那個果園,看火車那邊哦,就開始哦,我在慘劑的時候,他就在那邊假裝做什麼,假裝做事,啊,火車來的時候,他就站起來看, 看水,他就偷摘,哦,在偷摘,哦,這偷摘,哦,這有時候,這蠻有趣的畫面哦,所以這蠻有趣的,但是現在沒有,因為都是要生不出,下去啦,哦,所以說這個是一個很特殊的,很特殊的,來,現在我們看那邊,哦,那個坑,有沒有看到那個地方,那上面那個就是柱山,以前我們看日出,我們看日出,都在看那個,就在山頂上面看日出,哦, 哦,以前我們,我可能,有些年紀,都在跟我一樣的哦,就是哦,我們來的時候,以前我們來,哦,我們那時候,沒有錢住,住,住,住哪裡,啊,下車在那邊哦,都有那時候,民宿,不是,應該是民宿,但是都假的,都是他自己的房間哦,弄一個一個榻榻米哦,是這樣,哎,同學,你要住我的,我的家,民宿啊,住我的家,他不叫民宿,要住我的家哦,好,哎,好,啊,你們五六,三四個,四五個同學哦, 哎,他們還有那個叫起床服務,哎,你不要看到哦,哎,叫起床,你看那一半,看日出,看日出,看日出,時間要搞啊,哎,他還有,沒有,不是半天,半天就有本來,Money Call的服務嘛,好像,連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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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的,那個,那個,那個,隔籤的,他也有這個服務,被敲門,哦,看日出哦,哦,啊,你又起來了,呼嚕哦,一到車站,沒有火車,一到那,那個,那個,我們那時候住三,住三客運哦,一到那,住三客運哦, 哦,大家排長長的,一看,你跟人家說,不好意思,因為是高中生嘛,跟人家說,乾脆哦,我們就走路,那時候那個什麼,住三林道,才用水泥的哦,不是用什麼,不是,我們現在是用博流,以前是用水泥的,哦,用水泥鋪上去,我們那時候才剛坐沒多久,在,走那個,住三,走那個,走那個什麼,走那個步道,步道會接到那個,住三的林道,啊,就走水泥,走那個步道,就走走走,走到上面去,哦,走到上面去,啊,走到上面去,啊,走到上面剛好是,住三觀日樓, 哦,以前有個關日樓,哦,關日樓,哦,以前我們小時候認為說,你們高中說,哦,關日樓太,有錢的人才能夠進去,因為他們坐在關日樓二樓,啊,進去哦,他們就在那邊喝早,茶點啦,早點,那關日樓那樓主,那管理的誰,你知道嗎,就是我們今天,有沒有,那個老闆,吳志敬,跟你做介紹,他爸爸,哦,所以說他為什麼小時候在那邊,因為他,他沒事啊,跟他爸爸上來,哎,他爸爸就是管理員,他要開門啊,哦,要動東西,啊, 他爸爸會,那個什麼,哪一種,他受過日本教育嘛,哦,那個叫什麼,封起打,有沒有,拉起來,手封起,哎,手封起,哎,手封起,哎,很會拉,有時候我們到他 80幾歲,快90歲啦,他還會拉哦,他還會拉,哎,拉,他就是在那邊,手封起,就是那個什麼,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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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拉的,就在那邊,哦,一邊聽,一邊講,啊,我們學生呢,又不能進去,不能進去啊,不是,你要進去要花費, 所以說我們只能跑到了那個時候對高月的那個關注的旁邊那邊 大家沒有錢就在那邊看 我們的印象 後來第一 只要一地震斷了以後 就不再蓋觀日樓了 因為他佔空間 會怎麼樣 會讓人家認為是說 是不是有錢的人才能夠看日出 因為他那個大樓 他那個一二層兩層樓是佔了蠻大的空間的 後來就把它取消掉了 取消去蓋一個平台 那平台 那個是蠻有意思的 那平台 蓋了兩個樓庭 大家有沒有去過 有 兩個樓庭 蓋了兩個樓庭 就是個平台 那個平台是從 那個平台上面是用大理石 蠻好玩的 大理石 從嘉義 一直到阿里山 所有車站的那什麼 站民都把它弄出來 繞一個圓圈 你就可以在那邊看日出 那邊的日出環境於360度 可以看得很好 可以看得很好 但是那個喔 九二地震 那個什麼 那個關日樓倒了 倒了又重新蓋 蓋了完後 我們就關日平台 叫關日平台 關日平台以後呢 巴巴風災 你看那個 所以影響到 停機坪 還有那邊的危險 現在說那邊就封起來 也到現在 一直帶有生態 自己都蠻特殊的啦 蠻特殊的 像 我們現在 你看像這個 涼庭喔 這一份這個涼庭喔 其實在107年 今年是108喔 107年 應該是前年 應該是106年 那時候我們主題列車 那個什麼 那個主題列車 第一次開到上面來 開到上面來 就是自製行 我們就是用揮槍砰 到上面來 那時候林務局蓋了這個 趴下雨 我們下雨 因為這邊本來就沒有人 這邊上下車嘛 所以說我那個 他最主要是讓我們什麼 我們主題列車 在這邊下雨的時候可以躲雨 我們上個月的梯次 我們這邊坐瑜伽 我們有瑜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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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柱山做瑜伽 在這邊再做瑜伽 我那個腿是抬不起來 腿是可以抬到第二層 那個老師那個腿 可以抬到最上面那個橫桿 太厲害了 你們看他試試看 好 我們對高位在這邊 上面的是什麼 上面就是 我們不是日出印象嗎 日出印象都是在上面 在上面 這邊都會供應熱茶 日出印象是三個單位 來我們看看 我們來上面 來